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要连着开两天吧 不想她太累 拥有如此贴心的粉丝 花花真的太幸福了 花晨宇火星演唱会 首场演出于去年9月 在北京五颗松连开两场 当时也是一分多钟 就全部抢光了门票 这次仅用35秒的成绩 无疑是对花花的再次肯定和期待 盲小老期待 8月演唱会上看到不一样的花花哦 你是不是也很期待呢 芒果老新闻 花花我们8月上海见哦 花花花晨宇火星演唱会 将于8月1号在上海开场 演唱会门票于5月23号下午3点 大麦网开售 仅35秒便被全部秒杀 创造了新的记录 随后天余传媒官方微博 发布了火星演唱会 创造新记录的好消息 同时宣布主办方正在洽谈 加场的事宜 尽管许多粉丝没有抢到 花花上海晨宇火的门票 但却纷纷表示 不要再加场啦 加场就算了吧 这样她会吃不消的 把地方再扩大一点吧 最好不要连着开两天吧 不想她太累 拥有如此贴心的粉丝 花花真的太幸福了 花晨宇火星演唱会 首场演出于去年9月 在北京五颗松连开两场 当时也是一分多钟 就全部抢光了门票 这次仅用35秒的成绩 无疑是对花花的再次肯定和期待 盲小老期待 8月演唱会上 看到不一样的花花哦 你是不是也很期待呢 芒果老新闻 花花我们8月上海见哦 报道